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婆结婚七年了 她呢总说我从来不帮她做家务 不带孩子 而且每天晚上都很晚回家 前几天我们吵架后 老婆用离婚威胁我 我晚上呢就乖乖地洗碗了 可她就指责我地脱得不干净 碗也刷得不干净 还讽刺挖苦我 我很不高兴 摔了碗就走了 等我消了气回到家 她又开始冷嘲热讽 我真的在努力了 可是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我该怎么办 先生请您先摆正一个心态 不叫帮她做家务 而是你应该做家务 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家 凭什么家务就是她一个人的呢 所以呢家务也是你的职责 既然你要是干不好活的话 那嘴巴就变得甜一点吧 你总得站一头吧 女人其实要的不多 就是要你能够多说一些温暖的话 关心的话 理解她的话就够了